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弃我想要分享医学知识影片 或者医学知识图或文章之类的想法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的这个影片呢,会是一个很简短,一个几分钟的影片 主要呢,就是要来和你们交代 我到底为什么这两个星期都没有在YouTube分享医学知识影片 加上我也很少在我的Facebook page分享医学知识图或者文章之类的 其实呢,我两个星期前就收到了学校的一封电子邮件,一封email 就是学校对我有不当行为的指控 当下的我真的有吓到,我就说我做错什么事了吗?怎么好像很严重耶 然后在读了他们对我的指控之后 才知道原来是我在和红服敲醒计划的照片中 穿着有我学校logo的白袍 再加上我们有在宣传图注明我学校的名字 还有我正在读的科系的名字 在这之前呢,我知道我们其实不能乱使用学校的名义 来做一些违法纪律的事情 可是我因为没有事先先去咨询校方 所以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他们的规定 那在我收到了他们的email之后呢 我就及时联络这个负责这个case的老师 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够及时联络合作方 让他们把有关学校的资讯都去除 以免接下来更多人看到嘛 他们说可以 所以我就要求了合作方测下所有有关我学校的资讯 然后我就和学校解释了这整件事的起因 再告诉他们这绝对不是出于什么不好的念头 所以这整件事用了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多的时间 我回复了一个解释的email 也和负责这件事的老师们有线上的一个zoom meeting 来让他们更加了解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在经过他们的审判之后呢 我很庆幸的是我的惩罚没有太过严重 也没有影响到我的课业发展或者毕业等等的 那在我了解了他们的出发点之后呢 除了不小心使用了学校的名义之外 他们也觉得我身为一名医学生 不应该给予一些医学上的建议 对于这点我其实有反驳 我说我每次给的建议都是生活上的改变 饮食啊运动等等的 每当需要到药物的时候 我都会鼓励大家去看医生做个完整的检查 再让医生判断要如何治疗 可是呢他们给了我一个我无法反驳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完全完全没有运动 可是看了我的建议之后呢 疯狂的做运动导致心脏病爆发怎么办 嗯好毕竟我也还是个医学生 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果是学校要承担的 可是呢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弃我想要分享医学知识影片 或者医学知识图或文章之类的想法 我会改变我所想要传达的信息 不会给予治疗方式的建议 而是帮助你们了解病情背后的原理啊 还有帮你们解开一些对医学知识的迷思 那如果说有人要咨询我的意见的话 你们可以私信我 可是我想要声明的是 我还是一名医学生 所以我给予的建议只供你们参考 你们还是需要去看医生 然后做更深入的检查等等的 毕竟我看不到你们也摸不到你们对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就只是想要交代一下 我这两个星期到底为什么失踪了 还有告诉你们我接下来的计划 而且再过几个月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也要毕业了 到时候可能就可以再做出一些改变 我只希望我能够透过我有的知识 来帮助身边想要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你们 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